联合视讯各新秀树立出炉 谁的天赋最突出 百人射手居然纵跳摸高超越布朗尼排第一 今年芝加哥联合视讯可以说是热闹非凡 尤其是NBA规定 没参加联合视讯的新秀 不能报名选拥大会后 不少这门新秀都在这次联合视讯中一战风采 那么这些新秀们表现都如何呢 首先最受球迷关注的新秀 无疑是现役巨星勒布朗·詹姆斯的儿子 布朗尼·詹姆斯了 虽然说他测出真是身高只有1米87 并不是他的报名身高1米93 但是好在他的臂展有着不错的2米02 并且布朗尼这次视讯中 最突出的数据就是中跳摸高了 据悉布朗尼的最大弹跳达到1米03 为了本届新秀的第四位 可以说是十分不错的成绩 而且在三分球测试方面 布朗尼也投出了25投16中76%的命中率 难怪又吉尔教他布朗尼·库里 而本届选拥大会壮业热门 阿里克斯萨尔首日视讯表现也相当不错 萨尔的四分之三场冲刺速度为3.27秒 甚至比不少后卫都要快 最见得他未来移动能力到底有多强 而同样作为壮业热门的谢霍德 同样展示了自己恐怖的天赋 作为一个白人射手 但是谢霍德却缔造了 本届新秀中最高的残调记录 宗教高度所有新秀中毕业敌意 毕竟此前身体天赋和白人射手 这两个词是完全不搭边的 或许谢霍德的出现能够改变球迷的认知